歡迎收看加個好友吧 大家好我是文玉 來到高雄你會想去哪裡玩呢 不少人都會想到西子灣看夕陽 或是到壽山來場大陸 大自然之旅喔 而且你知道嗎 這些景點都在古山區喔 今天在節目當中很高興邀請到我們古山區的區長 鄭明欣鄭區長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跟大家分享古山好吃好玩的地方 歡迎區長 吳玉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古山區長鄭明欣 哇 歡迎區長 區長算是新官上任對不對 其實區長在上個月的時候接任我們的古山區區長 有沒有什麼一些新的想法或是期待呢 好 謝謝文玉 事實上當區長 最主要當然是要秉持著我們事務的政策 來協助各相關局處的一些相關的業務推動 包括重大建設 包括一些相關的活動 那也要秉持 來了解說地方的需求 能夠來反映這地方的需求 積極來尋求來去解決 讓地方能夠更發展 地方的這個意見能夠 對不對 能夠到我們的事務 能夠來去做一些相關的 訊息的傳達 那我們就會去把這些相關的工作把它做好 是也是希望可以幫我們的市民繼續服務 這樣子服務得更好一點對不對 是 在2016年的時候 其實區長有擔任過我們古山區的區長 在過去的時間 這次再回來接任 是不是也看到說古山區這幾年的變化其實非常大 是 謝謝 事實上在古山區這三年變化非常的大 變化非常的大 那我要在這邊跟觀眾朋友來做一個分享 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鐵路地下化 地上的一些我們的鐵路的一些園區的完成 這個本來是說把古山做一個東西的一個區隔 那現在這個整個一個鐵路地下化以後 變成我們就是把這個對比好把它打平 變成沒有東西之分 那第二點就是我們的輕軌建設 現在在積極做第二階的輕軌 那第一階裡面已經把它做到我們的美術館站了 就在我們的古山的部分 從哈馬新到我們的美術館站 這個已經在通車了 那預計在我們的C24到年底 預定到C24就是我們愛河之星站 能夠在年底能夠來去完成 這完成以後 對於古山的這些相關的交通的便利 非常的一個方便 也會造成我們古山區越來越繁榮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相關的不同的地方 對整個改變很多 當初有鐵路的關係 讓古山好像分成兩邊 但現在都打通了 整個交通也變得更順暢 再加上一些輕軌的建設 再進到古山裡面 其實整個交通跟過往都不一樣了 差很多 差非常多 除了這個剛剛分享的這些建設之外呢 其實古山也有非常多特別的地方 對不對 像是文化是不是 區長可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謝謝 事實上在古山區 它現在是可以說是分著舊部落跟新市政 那這個在舊部落 那我們大家都可以來了解 非常有名的一個景點 就是我們的西指灣跟哈馬興地區 那我們知道這個哈馬興 對不對 這個地方是可以說是我們高雄市 最早發展的地方 它是一個海埔新生地 那最早的時候是整個一個高雄港的環隆 那我們的整個縱貫鐵路的這些高雄站 也設在我們的哈馬興那一邊 那這所有的這些漁市場 漁港也都是在那一邊 所以說在早期的時候 尤其在日治時代 哈馬興非常的熱鬧 所以說對不對 在哈馬興可以說幾乎 我們的第一個銀行 就是在我們的這個哈馬興 所以在我們古山山路 現在還保留了 以前就是由我們的高雄的對不對 金融的第一條街 高雄的華爾街 就是在那邊 在哈馬興的地方 所以哈馬興 它留存很多的一些相關的文化古蹟 包括我們有雄正北門 包括我們的戴天宮武德殿 包括我們的這些鐵道歷史文物館 故事館就是我們的舊的這個高雄火車站 等等 這個相關的這個古蹟都非常的豐富 那當然是除了說這個哈馬興以外 那我們現在高雄市政府 在前一陣子也積極在開發 像我們港口附近的這些老舊倉庫 百年的倉庫 做一些相關的整修 所以說這個戰略庫 戰略庫在那邊也是非常的夯 尤其年輕人非常喜歡到那一邊 所以說在整個一個相關的古山的歷史 文化古蹟裡面都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文化局跟文化部 在2016年 就105年的時候 來申請一個新兵計畫 針對哈馬興地區 可以說針對它的港兵街 丁 全部做一些相關整修 就像我剛才跟聽眾朋友 來做一個報告 針對我們哈馬興最主要是 我們英國領事館 那英國領事館 對不對 剛好靠近這個西子灣地區 所以說它就是為了這個新兵計畫裡面 就是把這個相關的步道裡面 它把它建立起來 所以說現在所有的這些 我們觀眾朋友到哈馬興到 我們的這些英國領事館 可以去走看看 走看看 那個對不對 體會是完全都不一樣 而且從哈馬興到我們的財山地區 這一個算是一個秘境 那我們也是把它做一些相關的開通 那還有這個熊政北門 都是老的歷史的文物 那針對入口意向 這些相關的古蹟把它恢復 包括我們紹船頭地區 紹船頭裡面 能夠把這些歷史的這些護院裡面 都把它 現在都把它做起來 所以說等等 在我們的新兵計畫裡面 能夠再去恢復到我們的這些 這些相關以前哈馬興的農景 還有跟觀眾朋友所報告的 金融一條街 包括我們的現在所有的三合銀行 我們三行屋 貿易商大樓 都做一些相關的整修裡面 能夠做一些相關的文創 讓我們的這些觀眾朋友 能夠來去體驗 如果說到哈馬興地區 希望做我們的輕軌 甚至做我們的捷運到西子灣站 能夠對不對 比較對不對 做一日遊 去漫步 去那邊去欣賞我們的一些 古蹟的一些特色 或者可以騎著腳踏車 到附近去逛一逛 一定有不一樣的一個文化 休閒之旅 是 剛剛區長很可愛 他都幫大家想好交通工具了 對不對 大家輕軌到我們的古山區 然後來一趟文化之旅 或是說 在這個 舊的一個文化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經過計畫整修 或是說帶進新創的元素到裡面 也有一些年輕人非常喜歡 對不對 對 事實上這個 在蘭古山的話 我們現在都講我們的蘭古山 還有對不對 整個一個我們的戰樂庫 對 戰樂庫 那這個戰樂庫 事實上 如果說各位的一個聽眾朋友 可以到裡面去看 因為這個倉庫裡面 真的很少有良柱 對不對 以前是比較特殊的一個地方 所以說他裡面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改造 留著以前的這些倉庫的一些 我們的一些外型 一些結構裡面 讓我們有做一些新的元素 一些文創裡面都能夠來進去 所以在那邊非常好 如果說在班網的時候可以去看些夕陽 可以喝個咖啡 吹個海風 甚至在加熱的時候 還有一些船可以到齊津 可以到齊津裡面 所以說在那一個整個一個 我們港口的港區的一個開放裡面 所以說遊客非常的多 遊客非常的多 尤其年輕朋友 是非常的多 是 剛可以聽到說 我們來介紹我們古山的文化底蕙 就這麼豐富了對不對 接下來邀請我們區長 繼續幫我們介紹我們古山好玩的地方 是不是有非常多的這個景點 要推薦給觀眾朋友 好 謝謝 那事實上 除了說我們的蘭谷山 就是哈馬興跟西子灣地區 包括我們穿熱褲 那到我們的動物園 動物園就是在我們的 對不對 這個光畫裡的上面 那動物園裡面現在是 已經在觀光局在做一些整修 那我們也花了很多錢 花了很多錢 做一些不一樣的一些 對不對 觀賞的地方 像比如說有空中步道 空中步道 可以從立體的上面 來去看下面的這些動物 那我們也有做這些 相關的一些溫室的咖啡廳 可以在那邊喝個咖啡跟動物裡面 對不對 來去做一些相關的一個互動 甚至對不對 我們的為了說提供一些 我們的這些觀眾 一些民眾的方便 那我們在這個動物裡面 當時都在現場售票了 我們現在就希望說用網路 自動化的一個相關的售票 也有這套系統 那在入口的時候 入口一箱也是做一些 相關的一些改善 那也有做一些清水設施 能夠對不對 讓我們的這些民眾 能夠來去使用 所以這預計 在今年的10月能夠來完成 所以我們也期許了 這個動物園的一個完成以後 會帶動對不對 而不一樣的一個觀光 一個人潮 那除了說對不對 一個動物園以外 那你們知道中古山裡面 是一個最大的圓恩寺 是我們一個對不對 宗教一個信仰中心裡面 他也對這個相關的公益裡面 對不對也不予餘利 那除了說對不對 這些中古山以外 那在網北裡面 那我們也可以來去瞭解 我們的美術館 這可以是民國83年就成立了 到現在已經差不多28年了 這個是對古山一個發展的 最重要一個點 那這個在整個一個美術館 配合我們的鐵路地下化以後 所多出來的這些相關的 地上的這些相關園區 那我們在文化局裡面 有一個大美術館的一個計畫 大美術館計畫 現在已經最後一里路 就是我們內圍藝術中心 現在也在如火如土的一個進行 那這個內圍藝術中心裡面 他也包括我們高美館 包括我們歷史對不對 博物館 包括我們電影院 都把它結合在那一邊 所以他包括也有歷史 包括也有影視 包括一些相關的一些藝術文化 都可以展現出來 這個就是靠近我們的一個 相關馬卡道路 美術館這一邊 對在這一邊 所以說我為什麼要去講這些 這個對我們內圍地區 我們以前說的內圍 跟美術館有一個差距 就是因為鐵路把它做一些隔離 但是現在鐵路地銷化以後 現在已經把這些相關隔離把它打破了 所以說透過我們的這些整個一個鐵路 這個原道的一個相關的開闢 我們現在還有一些相關的道路的一個開通 所以我們內圍地區慢慢的已經在環弄起來 在環弄起來 所以說對不對 可以說的 來圍地區 現在跟美術館地區完全都適合 地區也非常高 非常高 所以說在我們的這個相關的一個 美術館的一個內圍藝術園區 這個對不對 今天預定在今年的十月 能夠來去完成 這個對我們的那邊的一個文化 跟那個觀光的提升 都一定有很大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注意 那我可能可能要再提點 可能再提點 那在我們舊的一個中山國小 就是比較晚舊的那邊 那我們舊的中山國小 因為中山國小他已經 已經遷到到我們的農水裡 到我們美術館區那邊 那舊的中山國小裡面 裡面就是由我們有教育局 有我們的這些相關的社會局 包括我們的衛生局 甚至我們運畫局都有在那邊 有做一些相關的一個改造 除了一些我們的一些長照 我們的非公共托育的一個托兒所 跟這個幼稚園以外 那運動發展局也是在古山區 對不對 預定要去做一個國民運動中心 大家最喜歡的 這個可以以後來去大家 做一些相關的一個運動 所以說這個都是會促進在我們 北谷山內圍地區的一個相關發展 那接下來就到我們美術館那邊 就剛才已經跟各位觀眾朋友做一個報告 那在美術館裡面 他是一個有一個很環保的一個相關一個園區 是有照顧到生態的部分 對 所以說在美術館裡面 他原則上沒有用一些藥 來去做一些環境的整理 整理 所以說在那個園區裡面 很適合親子 包括一些家人 或者一些朋友 到那邊去交遊 甚至到那邊去做一些運動 去做一些像相關的一些遊記 走路都非常好 剛區長一連串介紹了非常多個景點 對不對 從我們的哈馬星到我們的獸山動物園 也正在改建當中也快好了 那到我們的美術館園區 其實美術館特區是很多民眾 喜歡假日的時候 過去散散步 可能還可以在當地野餐對不對 然後感受那個不一樣的氛圍 事實上這個整個一個美術館 他事實上是一個特區 所以說他的這些建築物 可以說是雨後春春 對不對 整個一個大樓裡面 都是把他 現在都積極 在做一些新建當中 而且在那邊 因為在整個一個生活環境 非常優質的 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說在那邊的一個民眾 配合我們的一個美術館園區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規劃 所以說在美術館裡面的一個相關的地價 人家這個講說 他可以說是 上升的是非常快的一個地方 對 那我們也是提樂到這一點 所以市委也投資很多的一個相關的經費 在我們的一個相關美術館園區 包括我們的一些道路的一些更新 包括我們的一些公園的一些相關的開闢 都是在那邊 那除了說對不對 美術館園區裡面 那我們還有一些凹子底那邊 也是算古山區 凹子底那邊 最近也是這個親子最喜歡去的地方 對不對 凹子底森林公園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公園 那這個公園非常的大 那我們的地方上 我們的民眾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相關的 需求 所以在我們的養公處 也有做一些 就像我們主持人所說的 一些親子的遊戲設施 特色公園 對對對 而且在假日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有辦理很多的一些活動 一些活動 所以說在假日的時候 很老闆的 非常老闆 而且他又去靠近我們的捷運站 凹子底站 所以說交通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而且這個公園是 我是覺得說 這是一個 都市裡面一個廢 對不對 能夠在那邊 有這麼大的一個相關一個場地 是非常的 這很不容易 那我們也是也 也非常的 對不對 能夠來去期許 照我們的這些相關的一些朋友 我們的民眾朋友 我們的觀眾朋友 能夠有空 也能夠到 古山來 到我們凹子底公園 或者說到美術館裡面去走一走 是剛剛有提到很多的觀光景點之外 對於住在我們高雄的市民朋友 或是就住在我們古山的市民朋友 也有非常多很好的這個建設 像是公園 親子最喜歡去公園了 常常小朋友就是醜的 爸爸媽媽媽要帶去公園 那在整個公園的這個建設上 也有一個翻新 讓大家體會 體驗到這個更好的這個環境這樣子 除了這些之外呢 其實剛剛一開始區長有說到 古山區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其實輕軌就佔了很大的部分 對不對 輕軌走進了古山區之後 整個交通變得更便利了 是 剛才瓦金特別來提出了 這個輕軌現在通車到美術館站 就C20 那現在的建設 往我們的這些相關的美術館路 大孫路 預定到年底的時候 現在進度都超前 對 超前的是3% 預定到年底的時候 可以通車到C24站 C24 就是我們的愛河之星站 它那個站體是 像我們有一些客家風味的一些相關的一個站體 比較不一樣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在年底的時候 整個到C24站的一個相關的一個通車以後 幾乎涵蓋到整個古山區 從我們的哈馬新到我們的愛河之星站 對不對 都縱貫到我們的這些相關的古山區 重要的一個相關的一個點 尤其最重要的做輕軌裡面 就是一些學生族群 包括一些老人族群 對不對 他能夠去做這些 而且又安全 而且又沒有汙染 而且輕軌又接 對不對 接到我們重要的一些 像捷運站 甚至我們的火車站 等等重要的一些相關的點 都越來越方便 包括這次因為在我們的美術館站 對不對 這個通車以後 我們古山區 的一個老人的疫苗注射 對不對 就在咬灣區的這些我們的一些 高雄展覽館 高雄展覽館裡面 我們就鼓勵一些長輩 就是做我們的輕軌 就到那邊去打疫苗 哇很新穎的方式 對 都非常的方便 其他人可能都是騎這個機車去 或是說發音計程車去 但我們古山區的長輩 是做這個輕軌去打疫苗 那一些長輩搭了這個輕軌之後 有沒有跟區長 聽到一些他們的反饋 或是說他們的感受怎麼樣 那當然是對不對 以這樣子 對不對 他們都是樂觀其成 而且對不對 又安全 又舒適 還有冷氣燈 還有安全 當然我們是對不對 都是加分的 都有加分的 那我們也是對不對 也在這邊也可以 對不對 來呼籲我們這些相關的市民朋友 因為在整個一個建設當中 可能比較不方便 近期都在施工 對 但是我們的這些捷運局 包括我們交通局 都把這些相關的動線 都弄得非常好 那我們是覺得說是 對不對 稍微忍耐一些不方便 那以後通車以後 那會造成我們 就是這個整個一個沿線地區 能夠去搭這個輕軌 就會非常的這個方便 那除了輕軌以外 我可能要去談一下 在鐵路地下化以後 不是只有我們上面的 這些相關的園道園區 可以增加那個 我們的自行車道 這些廣場 包括這個 整個公園遊戲設施以外 那在我們古山裡面 還有三個火車站 新的非常漂亮對不對 對對 就三個 地下的這些火車站 就從內維美術館 跟古山 三個站 所以說這裡面 變成我們的台鐵是捷運化 台鐵捷運化 所以說在我們這些相關的沿線 包括我們的 中古山到北古山 包括我們的美術館園區裡面 都要去做這個相關的一些鐵路裡面 台鐵裡面都非常方便 不管是往南到高雄到屏東 甚至往北克 可以到我們的那個高鐵的左營站 去坐高鐵 都非常的方便 都非常方便 是 所以這些建設也為地方 帶來更多交通便利的部分 對不對 是 民眾 我們的這些相關的觀眾朋友 如果說到古山來 就可以搭乘這個大眾運輸裡面 都可以來達到 我所說這幾個重要的點 對 來享受這個一日有 能夠享受到我們的這些不一樣的一些 觀光之旅 是 有非常多的景點都等著大家來古山走一走 其實區長的私心 是不是有一個景點都還沒有跟大家講到呢 這個戴天宮對不對 古山的戴天宮現在雖然正在整修 其實呢 他非常多的文化 他也是一個古蹟 同時他周邊的這個美食小吃 是不是也特別多 是 沒有戴天宮就是說 對不對 跟觀眾朋友來做一個抱抱 這哈馬心 對不對 是最早 對不對 我們在高雄發展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知道 這幾個都是魚缸 抓魚人 所以這個宗教信仰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說那個戴天宮可以說是 在我們的哈馬心地區 是一個宗教重鎮 是 對不對 但是因為他是已經 已經非常久了 非常久了 他目前在整修當中 目前在整修當中 而且他的整修裡面 在我們的戴天宮管理委員會 也非常的細心 包括他還用心去找 那個修理廟的老傢伙 所以他針對對我們的一瓦 一時 對不對 要整個一個慢慢的去雕 雕磨 雕刻 所以說他目前的一個整修 已經差不多要有三年了 到現在還沒有去完成 他那個雕工非常的精細 希望能夠來去回復到這個原貌 那我們也可以去期待 這個我們戴天宮的整修以後 一定會去 恢復到以前的這個龍井 而且他是變成是我們的一個 在我們蘭谷山那邊的一個 宗教信仰中心 所以他鄉我非常的盛 非常盛 包括主任所說 他的一個廟前的一個相關的商場 商集 對不對 非常的 非常的這個龍盛 可以說了 你要去吃炒豆腐 要去吃水餃 要去吃切仔炒 要去吃我們以前的味道 這個都可以在我們的 戴天宮的這個廣場裡面 來去分享到 這個如果說 各位我們的聽眾朋友 能夠到我們的哈馬辛地區 一定要去走走 吃一點的一個小吃 對不對 再回去 那個體會一定會是不一樣的 是 今天在節目當中 分享了非常多古山區的這個特色景點 或是說針對於地方的建設 也不斷的在往前邁進當中 那區長是不是在節目的尾聲 有對古山區有一些未來的期待 也未來的展望 好 謝謝 那我們對古山區的一個發展 我們第一個 就是說希望這個 相關的前面所說的這個重大建設 能夠如期如止 能夠來去做一個完成 是 來完成 那我這邊可能要去跟主持人 來借用一些時間 來跟我們的市民朋友 來去做一個報告 因為真的在我們的這些 新冠會員 的一個這麼已經流行 這麼嚴重的情形之下裡面 那我們還是希望說我們 65歲的這些長者 能夠趕快去來施打這個疫苗 這個施打疫苗 那我們在5月底以前 是打疫苗的話 那我們有一些 中央有500塊的禮券 那高雄有加碼200 就700塊 那當然是一個誘因 還是一個誘因 那為了自己的身體 希望能夠來去打這個疫苗 趕快盡速來去打疫苗 那第二點就是 我們目前在 從下個月開始 6月1號到7月底 我們也有5年一次的 工業及服務業的一個補償 的一個補償 那這個是作為我們的一些 相關的統計的一個 政府的一個參考 希望說 對不對 收到普查的這些相關的朋友 能夠來去配合 能夠來去配合 那最後一點呢 你說有什麼期許 那可能我現在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任務 一個任務 就是說 在我們年底的時候 有市長議員 跟我們的里長的選舉 那這個選入工作 這個也是變成我們一個重點 要把 對不對 今天底的這個選入工作 去把它做好 去把它做好 是 同時剛剛區長也非常貼心 提到希望 大家都可以趕快來施打疫苗 在做好防疫的工作之下 來到古山區走一走 會讓你有不同的體驗 今天非常高興區長 來到節目當中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加個好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好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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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要来预计啊 你这个笨蛋 知道散布疫苗不识消息的后果吗 散布有关疫苗任何假消息 是要被处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是并科三百万元以下罚金 我现在就要打1922监取你 哦 哪里安嘞 防疫不可松懈 也不要乱散布假消息 更要时时刻刻保持社交距离 不听话的话就会跟金刚一样哦 我不敢了啦 啊 cric 不病 Ya